因为国民的批排程序由财政司做变上问题, 由特首代表整个特区政府来拍板, 即批排基本上不单是一个行政决定, 还是一个政治决定, 而特首会将他的建议报到中央, 中央与额头或不贬任何意思, 当然特首说多少就多少, 但中央本身如果有意见, 特首要即收改, 所以你现在问我应该怎样, 多答你不答,第一我不是特首, 第二我又不是中央, 这完全是由特局政府建议中央与额头, 然后就决定, 所以你问我怎样拜,我真的答你不答, 因为现在中央我乱了大脑, 为了这个死人新冠肺炎, 和美国与中美贸易战都烙了头, 但中央看上来根本是说那些鸡头算命, 现实上来说, 中国有威博彩的政策是不鼓励搞网上博彩, 你看最近将大陆一推网上博彩公司, 甚至会跟柬埔寨政府, 将柬埔寨司卡罗克港令那些, 柬埔寨网上博彩公司全部盖了, 所以现在网上博彩公司是搬到什麽开盟群堂, 反正中国估不到的地方来开, 然后澳门开盆口, 所以你问我,我只能够答你, 中央是这麽少网路博彩, 中央政府不断用各种方法, 希望澳门不会完全依赖博彩旅游业, 当然这方面来说, 澳门过去政府曾经努力过一阵, 但发觉到我们经济学上路径依赖问题, 到现在情况都没有怎样改善, 直到根据新冠肺炎爆发, 真的不变, 原来真的有一天游客会完全不建, 结果现在很多垃圾垃圾赖赖钱, 赖了赖,赖了赖, 赖了赖过去20年借钱, 跟他吃公共在那, 那会不会变, 我相信现任特首都跟过去那班, 我们叫土豪家族没什麽, 应该就会变的了。